那么这个人很粗鲁 在这个五族会下多年 他见到这个六族的时候 得了一步不服气 想起不得多回来 真的给他追到 追到之后 那慧能也晓得这个人不好认 他这个是有力气 同物有力 那不是一个平常人 那怎么办呢 他目的是来抢一波 把一波摆在石头上 自己躲起来 这个慧能一看到 一波摆在这 也知道吧 我一波拿到手就行了 谁知道他一波去拿 拿不动 你们想想 他是四行将军 一波多重 你们想想 决定不超过一公斤 小孩就能拿得动吗 一个将军为什么拿不动 他自己 他就想他了 这胡法神守住在这里 不该是你的 你能拿不去啊 于是乎这个真正发心忏悔 四十点求法 能大师就他一说法 他就开悟 你们想想 五族 比六族差吗 为什么他在五族会下那么多年 他不开悟 会能大师几句话去捐行他 他就恍然大悟 六族会下的时候 左渡的 就是开悟 大师大悟的 明心见心的 四十三个人 他是第一个 什么原因 他听话了 这个时候他真听了 他可见的 他在五族会下那么多年 虽然天天听乏 而见风 没有在意啊 所以他不开悟 到这个时候 看货拿不动了 去真正发了虔诚心 所以啊 这个悟不悟 就是对于老师相不相信 是不是 百分之百的顺从 慧民在当时的时候 那就是没话说了 百分之百的一从 所以这个一点是破了 那么由此可知 那些没有开悟的人 都是不听话的学生 不是老师没有善调方便 不是老师不热心教导 他不听了有什么法子呢 这是无可耐火的 老师有再没有的方法 你不接受 那也无可耐火 所以主要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 讲究三十二阴神 为什么观世音符大 一定都是到他快要成熟的 这个时候 他完全会接受 他不接受的时候 来了没用 完全能够接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点就破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么由此可见的时候 是不是私塵里面特别着重的 父子道祸 这个时候老四个学生 真是一个心 一心无二现场 心心相应 所以是一点就通了 那么我们没有见到 就要依靠老师 要真正发现 依靠老师 像古人 不开悟 绝不离开老师一步 我是很可惜 禅令宝训没讲完 禅令宝训一共是有三百段 一小段一小段三百段 我讲的大概不到四十段 那么只讲了十分之一 那么为什么不能讲下去呢 也有因言 注意念念谈念宝训 你小的从前人 如活四思 本样的态度 对的老师 对他成就 老师看一个学生 看他快成就的时候了 也是以种种善调方便来做他 而在禅令宝训你们所看到是 是一种是根本就无理 不讲理的方法 欺负人 不讲理欺负人 他的学生一点过失都没有 故意搞麻烦 这是什么呢 叫他修忍辱 看他能不能忍 不能忍呢 那就算了 能忍的时候还要吓死 里面有一位 我的时间久了 我就记不得了 到最后的时候 总是老师的时候 一看他不顺眼 讨厌他 他怎么样子 讨好图形 最后我的签单 签单之后 他这个晚上啊 睡到走廊上 还是不离开这个庙 老师小的 不意装不知道 白天就听签的时候 在窗子外面 偷偷地去听 老师从小 以后的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是 怎么签足 他都不走 甚至于老师这个 洗脊水 倒到他头上 他还是不走 最后老伙子宣布啊 这个要情心固持 他老人家要退休了 请谁啊 就是前天来的 多少年的折磨的时候 看他是一个大气 酒恋成钢啊 不经过这个折磨的时候 那个人如波罗米从哪里修 慈悲心从哪里培养 非常培养啊 整个寺院的大众 将来他要同一大众 大众对他 如何能够心服口服呢 所以我们晓得 这个老和尚 陪着一个人 苦口迫心 真正不容 他这样一做的时候 提拔他 向来 大家服了 为什么想想出 我们做不到 他都能做到 别人做不到 忍人之 不能忍呢 他成就了 这是看重的人啊 所以注意要去 我们以前在李老师会下 李老师他对人是如此 看你这个人亏成就了 常常找麻烦 有打有骂 看到你这个人不成婿呀 对你很可惜 非常可惜 从哪个地方看呢 打你骂你 你对老师并不怀恨 这是一个口交代 打了一次骂了一次 怀恨得起来 这个老师爷子没怎么样 他看我就是不睡眼 那么老师当然会知道这个事情 下一次觉得他很可惜 从此以后就很可惜 为什么呢 不给你接约筹 不给你接约筹 你要来听信 随你再听 你听多少随你多少 不会邀你 不会认真叫你 就是什么 你不能忍受 你这样的学生 等于是放弃了 学弃了 李老师教学是这个叫 换一下 你真正肯接受 他真叫你 你能够接受一分 教你一分 你愿意接受十分 你那个量很小 只要一分 他说他 我多教你一分 我费备了力气 为什么 你只能够接受一分 教你两分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无法接受了 所以老师对待学生 没有偏心 就是老师对这个对那个 真的没有偏心 而是学生 个人根性不相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学有差别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叫 佛宝是事出事今 最大的学问 没有个十年八年 不能入门 那么 那么 各位想想想看 今日之下 有几个人能够跟一个老师 跟个十年八年 实在是难 现在人想学 哎呀 最好几个月就学会 就毕业了 到他最高兴 三年都嫌太长了 实际上诸位想想 三年能学到什么东西 纵然一天上八小时哭 三年都有限了 那么这一点的时候 希望我们大家要明了 要懂得 真正遇到一个善知识 如果你要是轻易离开了 这真正可惜 说法律民常讲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机会也 也受过社区之后 这很难就得到 很不容易得到 第二次的机会 那么这是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修学成败关键的所在 一定要见到 见到以后 你就想留在老师身边 老师也不愿意 老师必定叫你 特殊参舍 为什么呢 唯有参舍 是历思练心 才能真正的 正常你的定理 正常你的智慧 把你这个境界 不断的提升 那是参舍的事情 所以老师要是留你 再留你到身边的时候 那对不起 你有能力出去参学 不叫你参学 这是不可以 没有能力参学 老师不会叫你参学 你自己也愿意去参学的话 或者科学的话 那你就写起了来 你去放弃了修学的程序 那么这是说到 这个 见到 修到 而后才正到 所以这个入灭 修到入灭 你看 从见到而后修到 有修到或正到 入灭就是正到 那么在他将正未正的这个时候 这实际上是个难关 观世音菩萨实现了 摩罗汉的身份 这个声闻就是摩罗汉 来帮助他 证得摩罗汉苦 那么前面讲的呢 这是四圣发阶 下一下呢 这是讲六反发阶了 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 就有差别了 前面四圣发阶 就是摩罗汉诺有学 因为有学的人们都是已经见了道的 那么以下的这个凡夫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的人 跟见到的人呢 心里不一样 见了道的人啊 心在道上 没有见到的人啊 心在五一六城上 这很大的差别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像道 所以说 若诸众生 这个底下是众生的 不是称了 舌人的 前面那个就是 那都是修道的人 称为舌道的人 这个底下呢 就是众生的 于性敏无 不犯于尘 于生清静 我于必先先返往生 而为说法定其卸透 那么这是一类动作 也算是不错 他修什么呢 希望能生天 而且生的天很高 色界天 凡往是色界天 比起我们一般人呢 这个志向就高 今天这个世间 有十多的宗教 他们的目的 都是希望将来 能够生到天堂 实际上这个天堂呢 非常的广泛 也有很多很多的等级 那么像大凡天呢 这是相当高的等级 那么像印度 这个婆罗门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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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余谐素论呢 他们目的目标都是在凡天 那么可以算是世界高级的宗教 那么我们要问 到底有没有这些凡天 那世间所讲的 这个天人贵神 这一些宗教里面所讲的 到底有没有 如果你们要提出这个问题问我 我会反问你 你说有没有 你想一想前面经文所讲 行业法新 你从这个理论去推想 你看有没有 如果对于大臣教理 冲塌了 这些问题 都会远离了 为什么呢 十八界一阵光严 全是自己兴时妄想所变现的 那怎么可能有 你有这个心 有这个念 你就有这个东西 因为一切有违法 没有自信 前面独教研究里讲过 没有自信 所以一切这些归于神 的确是存在 天堂真有 不是家庭 有大三天 有六余天 有四三天 有四空天 绝见是真实 不是家庭 那么我们能不能去得了呢 当然可以去得了 华人所讲的 硬观化界心 以一切为心造 那怎么会去不了呢 我们造的这个英年 与他的英年相应了就去了 就感应到教了 所以这一类的众生 他求生天堂 愚心宁悟 这个愚 是值得欲望 那么换句话 他认为愚界 这个世界是误会的 这个世界呢 偶是光明的 那于是后发心呢 超约 这个误会的愚界 希望能够生到光明的世界 下面这一句 是讲他修学的方法 不犯欲成 欲胜卿 这是他们修行的根本法 不管他修的是什么样的法门 他这个理论依据 就是这两句 换句话说 他理 这个愚成 是指 愚界里面的五愚六成 读学记者 愚界里面的五愚六成 他都能够写掉 明文立扬 财算明实睡 愚界里面的四身香味出发 他都不然 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 身心清净 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常讲呢 这些人的时候修什么呢 修四禅八定 上平实身 似无量性 他修着 修成了 看他的功夫浅身 这个就是 愚界给佛法界 那么观世音菩萨看到这样的人 也满他的愿 他的愿不求谢托 只求这个天上的富贵 天上的精进 他的目标在此地 菩萨满他的愿 为他信 万安往生 这是大三天的天王的身份 来给他说吧 灵旗 谢托 这个谢托 不是根正的谢托 是在愚界里面 谢托了 愚界谢托 跳到色界上去 所以这个不是三界的谢托 像前面所讲的这个谢托的时候 那是超越三界 这个只是超越越界 超越越界 我们叫他所谢托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世间高级的宗教 全都扣不了这个范子 一切宗教 扣不了这个范子 那么再看底下一段 若注重灯 愚为天主 从灵驻天 我愚提前 献一世神而为受罚 领旗成就 那么这比前面呢 就低了很多了 这是讲的愚界天 而愚界天里面呢 代表的是涛利天 这现地诗神 就是涛利天 那么这一类的人 他们不能够舍利 愚界的福于六天 就是愚界的种种享受 他没法自身 但是他呢 也求真心 在佛门里面讲呢 求十善业道 上品的十善业道 能够感参 愚界天的天主 那么这个地方 满足他的愚望 成就他的工业 他呢 享受天 这一类的种天 享受天 那么 那么 看起来这个志向也不小啊 有很多人呢 想在世间 竞选总统 去做过往 他对这个世间呢 他不太喜欢 为什么呢 他晓得 世间就是做了过往 做了总统啊 也很苦啊 自不自在啊 天上去做天主 做天上的王 做天王 这大概自在做了 必可 为什么呢 天比人间亲近 天的福报比人间要大得太多 要殊胜太多 他发心呢 不愿意做人王 愿意做天王 有没有呢 这就是有 出家人当中啊 有很多 疑问的修行 你的愿望怎么样 有的人想 我这一辈子苦修 修行 希望我将来来世 做个总统 我从里打中 这个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并不往 并不走 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 还有我来世 那时候大观 的富贵 就好了 目的在此 你要去看看这个过去这个高僧雨露里面 你就能看到 因为他看到这个人间富贵 他动心了 希望自己也能够得到 那么他来世 这一生修行的佛报 一转世的时候 他就可以得到 所以如果要做物质 世间 纵然是人 是帝王 是总统 也不自在 也很苦 不愿意受 我去做天王 做天主 那么他如果修这个佛报 很殊胜的 他也能得到 刚才给主说 上瓶的 是这样 或者是中下瓶的 四无量性 这车能够得到 这个 一界天的天主 那么他由啊 同灵度天 有这个愿望 菩萨真是慈悲啊 啊好 你有这个愿望 满哪愿 我与彼前 先必试试 先这个八三天天主的身份 来给他说 帮助他成就 帮助他 满他的愿望 佛 佛根本是佛门广大了 你有什么愿意 佛菩萨都会帮助你成就 可是这个有一个原则 宣言 不会帮助你成就 悟愿 谁帮助你成就悟愿呢 魔王 魔王跟佛菩萨 不一样地方 佛菩萨帮助人呢 成就善愿 你将来做过往 也是个好过往 别能够爱护老百姓 为大众造福的 这个过往 这个佛菩萨成就 如果你要做一个暴君 独裁专制 只贪图过人呢 这个全力享受 不顾劳不幸死活 这样的王 佛菩萨不帮助 谁帮助呢 有些悟魔 魔王帮助他 成就他 那个魔王有力量 但是各位要想 这就还是有一个原则 众生呢 没福的时候 众生造的罪业太重了 就会出现这样的王 罪业太重的时候 诸佛菩萨 善神不能够你 这些神呢 就远离了 善神远离 卧鬼层门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善神都不在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个善神有啊 我记得了 大概是在民国二十几年 我是好像才祭祀的时候 六七岁 已经记得事情了 我那个故乡啊 出了一个怪事 就是城隍啊 搬家了 各位晓得 城隍是富德镇神 保护这个地方 怎么知道搬家呢 那个时候 我住在我外婆家的时候 我们自己家的时候 在乡下 我外婆住在城里 住在外婆家里 这个外婆各病 但是各病各好几家的时候 不是完全各病 有个邻居得了病 病得很重 请这个医生看都看不好 那么他嘴里面说话 叫做家里 他是城隍老爷要搬家 拉夫啊 拉到他 就是要他帮助他去搬东西 很苦 那么他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他说你赶快烧钱 烧纸钱 我有钱就可以雇别人 代替他 就这么会说 于是家里就烧很多的匹钱 他病就好了 他大概是请到代替的人了 请到代替 他就没去了 有一个这么说 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过了 有一个多月了 在那时候还是 还是一些军阀的时候 一些军队啊 也是秘密的进行 因为怕这个地方老不信反对 在一个夜间的时候 把这个城隍庙的时候 全部破坏了 把里面的神像统统都给他打碎了 所以以后城隍庙就给他们作为 驻军队的这个机关了 不过我们的小子 那那个海滨的人说 一个多月以前 这个城隍啊 已经全部都搬走 搬下了 这个地区以后就常常有乱了 不会像通常那么安静 所以一个地方 也要遭难的时候 老百姓造的罪业重的时候 这些富得正神 从在几个月之前呢 就离开 就离开 他们离开之后 进来的都是妖魔鬼怪 你们各位想想看 这个地区的老百姓 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这个住宿是真实的 我们学佛的人也是如此 心要不在道上 我们虽然供给佛佛 我的佛像 其实所有佛萨都不得到 在道上什么呢 也是妖魔鬼怪 莫通佛菩萨 他叫我们 不是真正的佛菩萨 佛与母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去感应 因念心真 感到佛菩萨来用 因念心喜 感到妖魔鬼怪来用 那么是 佛菩萨也会变先 种种身份 但是各位想想 帮助我们行善的 成就我们善愿的 你就是世界最低的这个愿望 我喜欢保佑我家的人平安 保佑我自己升官发财 佛菩萨也会帮助你 也会叫你圆满 成就你的愿望 那不是真正吗 佛菩萨保佑我 我今天到外面去偷吃墙 保佑我的行警队 不要抓到我 佛菩萨不保佑你 为什么那不是真正吗 那是邪法不是正法 凡是正法的时候 佛菩萨会保佑 一切善业都会成功 所以真正学佛 要能够相信得过 连了凡居宿 能够把这个命运转过来 就靠着信心 他真正能相信 那么在南部有一个同修 我是前年南部讲了六年 前三年在这个凤山连续 主云法寺院所讲的 讲了几乎今 有一个老太太 老居士 他做了笔记 那么最近他把这个笔记印出来 他说系了两多份给我们 我们现在还没说到 说到之后 我封发给同修们 你们看看 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 六十多岁了 每一次 每一场天经 他都系 他系的是炸记 因为他一句一句 整个记下了 他没有能力 他听多少就系多少 这个笔记也很特色 在南部 十十多多人 对他非常地赞叹 所以希望 提供给你们同修做参考 他的方式 有一点像 刘春福剧寺记的 炸记一样 他的程度 没有刘春福那么高 刘春福剧的东西 当然是非常之好 他记的东西 很忠实 很朴实 的确有他好处 跟他人一样 诚诚恳恳 一点虚伪都没有 所以文字没有修饰 非常的 朴实 那么希望 像他自己所说的 炮砖 隐喻 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心 真正的 这个听讲之后 能够有一点心灯 我们今天就想要尝试 我们今天就想要尝试 好 好 好